亲爱的朋友,大家平安 欢迎收看每日亮光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 创世纪二十九章一到三十节 雅各继续它的行程 来到东方人的地方 他在田野看见一口井 有三群羊躺在井边 牧人给羊群喝的水 都是从这口井取来的 井口有一块大石头 羊群倒起 牧人就滚开井口的大石头 给羊群喝水 然后再把井口盖起来 雅各问那些人 朋友们,请问你们从哪里来 他们回答,我们从哈兰来 他说,你们认识哪赫的儿子拉邦吗 他们回答,我们认识他 雅各又问 他好吗 他们回答 他很好 你看,他的女儿雷杰领着羊群走过来了 雅各说 太阳海高 每到把羊关起来的时候 为什么不给羊水喝 让他们回牧场吃草呢 他们回答 我们要等到羊都倒起 牧人一起把井口的石头滚开 才能给羊水喝 是利百家的儿子 雷杰跑回去告诉他父亲 拉邦一听见外甥雅各来了 就跑出去迎接他 拥抱他 亲他 带他到家里 雅各把一切的经过都告诉拉邦 拉邦说 你真是我的骨肉之亲 雅各就在那里住了一个月 有一天 拉邦对雅各说 虽然你是我的至亲 也不应该白白替我工作 告诉我 你要多少工钱 拉邦有两个女儿 大的叫丽雅 小的叫雷杰 丽雅有一对可爱的眼睛 雷杰却长得更美丽动人 雅各深爱雷杰 因此他要求 如果你准我跟雷杰结婚 我可以替你做工七年 拉邦回答 我倒很愿意把他嫁给你 给你比谁都好 你跟我住下来吧 为了娶雷杰 雅各做了七年工 可是他觉得 似乎是几天而已 因为他很爱雷杰 雅各对拉邦说 七信到了 让我跟你女儿结婚吧 于是拉邦准备婚姻 邀请了当地的人来参加 但那天晚上 拉邦既把丽雅替代雷杰 交给雅各 雅各就跟他同访 拉邦把女奴 西帕给丽雅做婢女 到了第二天早晨 雅各才发现原来是丽雅 就找拉邦说 你为什么这样带我呢 我是为了雷杰替你做工的 你为什么欺骗我 拉邦回答 照我们这里的风俗 大女儿还没出嫁 不幸嫁小女儿 如果你愿意再替我做七年工 等一周的新婚庆典过后 我再把雷杰给你 雅各同意了 一周的喜庆过后 拉邦就把雷杰给了雅各做妻子 拉邦把女奴 西拉给雷杰做婢女 雅各也跟雷杰同访 他爱雷杰胜过爱丽雅 于是他替拉邦又做了七年工 今天的圣经是创世纪二十九章 其内容记载着 雅各因为和母亲 联手欺骗了父亲和哥哥以嫂 让哥哥以嫂非常愤怒 而发誓要杀掉雅各 因此母亲立百家 便要雅各前往自己的娘家 去投靠自己的哥哥拉邦 以保存性命 雅各便只身一人前往哈兰 母舅的家 各位 独自一人在漫长的旅途中 为了求生存 应该是尽其之力 维护自己所有的 而不愿意向任何人 展现慷慨主动的帮助 今天的圣经创世纪二十九章第十节 雅各一看见雷杰 和舅舅拉斑的羊群 就去滚开 紧口那块石头 给羊喝水 还好 宝金日夜风霜的雅各 并没有只是满脑子想着自己的利益 保护着自己而不愿多付出 当他到了母舅的家乡 除了主动打听消息以外 看到表妹雷杰 带着羊群来喝水的时候 他更是主动积极地帮助了雷杰的羊群 得到足够的水河 雅各主动的付出 让雅各顺利地进入到母舅的家 跟在母舅的家里 这期间成家立业 得到大大的祝福 饭店教父严长寿成说 主动争取做别人不愿意的事 就是机会 主动的品格 能够激发我们更多内在潜能 主动的品格 也带给自己和别人快乐 愿上帝帮助我们 拥有主动愿意的品格 使我们的生命 因此更丰富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